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他的教练也很感慨地在讲说 从奥运到昨天 因为其实他们在奥运 他是有机会拿金牌的 后来就败给了泰国 那今年的泰国奥运奥运金牌 今年是拿第二名 而且他距离是差 郭兴准差很远 他是100跟121 总共才221 可是郭兴准是107加142 你看差了几十公斤 那那个教练很感慨地说 从奥运已经将近两年了 从奥运到昨天晚上 没有一天睡好觉的 没有一天睡好觉 没有一天好好睡觉 那个压力加注在他身上 只是我还是那句话 来就是这句很简单 花生开轰就来 只要是鸡早晚要提 就像郭幸存 为什么可以拿到世界金牌 而且还破世界纪录 世代印的金牌 为什么 因为大价格都提 其实这跟市场上 我们在投资股票一样 我说要 你就是要比赛看结果 你是要赢那个 最重要的那一次 而不是过程里面 这边赚一点赔一点赔一点 把自己搞的 整个生活品质 整个人格都有点问题了 所以我说昨天 我看到阿美族的 这位郭幸存 世界冠军 我觉得感慨 真的 投资人 有几个能像 他们这样子坚持 坚持 好 那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其实台湾股票市场 有的时候会慢慢开启一扇窗 它会暗示各位 只是各位不知道而已 来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来 这档股票今天涨停版 它3406的一金光 涨停还锁起来 那我也要问各位一下 各位 应该讲说 从小英政府到现在 哪一档可以号称真正的黑马谷 黑马谷有的时候 应该叫它叫谷王 或叫谷神 不见得股价要最高 益监光就是谷王 就是谷神 它就是谷神 一档股票能这么漂亮 来 其实它是创了 创了 来 它总共是创了10年来 12年来的新高 把它前子还原 前子还原 它创了12年来的新高 也就是任何人你买它 你差点除息配股的人 这十几年来 你只要有钱 运气好一点 你有钱的时候 你买的比较低价 就算你运气不好 你买在高价 到今天也是全部赚钱 为什么 很简单嘛 它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EBS 有啊 第一季第二季 有开始赚钱了啊 最重要是说 这档股票里面它的结构 除了公司本质要好以外 手上有这档股票的人 他们应该算说 他们是在社会上里面属于比较 我说比较优等一点的人 思考逻辑比较清楚的人 所以因为那个叫集气嘛 一档股票如果 有一个这档股票的人 你认为这档股票未来是好的 而且事实上它也是好的 只是可能早一点或晚一点而已 它自然而然 它股票就会上 如果按照本利比来讲 各位你知道一斤光的本利比多少吗 来 62.71 看到吗 本利比62.71 62.71呢 你看台积电跟鸿海 本利比都十几啊 它是62呢 也就是超乎涨了好几倍以上 为什么 所以我说 各位你一定看过 我曾经讲过这档股票 我说这档股票是 前台湾最好的股票 所谓的最好并不是它赚最多 而是这档股票 在里面你不管你要做多 做空你要怎么做啊 你都赚钱 它也曾经从 4月20几号 从最高点370 下来 你修正了二三四个人 你做空了赚钱 你敢买到今天 又再赚一波大波的 这才是真正值得说 让人家按个赞的一档股票 他没有赚很多钱啊 他赚多少钱 来 他赚不到两块钱 不到两块钱 EBS前半年 可是股价既然可以 拉到400块以上 所以我说台湾 台湾人如果做股票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像做益金光一样 你告诉我你的股票不会涨 保证涨嘛 因为那个叫什么 我说那个叫集气 或者这档股票拥有益金光的人 他们的理念 无形之中就凌迹在一起 好股票 有好人买啦 对不对 那那个蜡色股票 大家就在那冲啊 冲冲就搞买了 把自己股票做烂了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来我们再看一遍喔 来 本益比62倍的益金光 各位 他在暗示各位什么 也就是假设你基本面是好的 你未来会营收会成长 益金光会成长的 益金光已经走在前面了 他已经在告诉你的 如果你这档股票过干净 所谓过干净 过高尚 过高级啦 也就是说我们叫纯种 或是血统好 DNA好 你这档股票如果 你未来会成长 你的EP数也会成长 是一档直优 直加的股票 那你就 你的水准就比较高嘛 比较高尚一点 比较好一点的股票 然后拥有这档股票的人 他又属于看比较长线的人 他不会在里面为了 为了一档 应该讲说一块钱 五毛钱这样跑来跑去的 撑得住的市场自然 因为泥济的力量过大 他这就涨了啊 不是吗 所以他其实已经在告诉各位 台股在这里 我们先讲大盘好了 各位大盘到今天已经创了 历史上停留在万点以上 最长的时间 对哦 所以就代表说万点就变成一个很有力的支撑 万点啊 一万点 大盘一万点就变成很有力的支撑 那就是我八月初就开始提醒各位了 我说资金板会在移动 开始他会找什么样的股票 为什么今天易金光 来再看一遍 为什么今天易金光可以强拉涨停板 老实说啦 他的股本也不够10亿啊 就是小型股嘛 股本10亿啊 请问他 他的股本跟台积电跟连电比呢 台积电跟大力光比呢 台积电跟鸿海比呢 他的股本是不是比台积电比鸿海小很多 我少很多很多很多 各位要记得一点 向易金光股本10亿 他将近10亿啦 我用10亿来算 10亿就10万张嘛 就物以稀为贵啊 所以他就可以享受比较高的本利比 好 我再看一遍 今天的成交量到了两万两千六百张哦 也就是他的股本10万张 只是严格来讲啦 他里面的我们叫做大股东啊 董事的结构 董监的结构啦 董事长总经理加加 在账面上看得到 也就是你如果在公开知识里面 看得到的他那个部分 加一加都没有今天多 都没有今天多啊 今天成交量两万多张啊 也就是董事长总经理加一加 都没有这么多啦 我们叫这董监结构你看得到的 如果投资公司我们就不算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好的股票 就是有人卖还是会有人接嘛 好的股票 人家不怕在里面 我做多也好 我做工也好 我做多也可以赚钱啊 我做多也可以赚钱啊 这才是真正好股票 对嘛 好的股票是你来 你做多来好好好 我让你赚因为涨上去嘛 你又做工好好好 让你赚因为它也会跌下去嘛 只是你的timing 对后不对而已嘛 所以我讲的两样 是今天最重要的 昨天的郭幸存 拿到了世界奥运 你就试运会啦 而且创了世界纪录 拿到金牌 很简单 他从奥运到现在 人家也是多么的坚持 因为只要是对的嘛 来再看一遍来 再看这几个字 再看一遍 只要是对的 只要是鸡早晚会提嘛 所以他拿到世界金牌 理所当然了 再用股票 股票 易金方已经帮各位 在暗示各位了嘛 来 易金方也不过 前半年赚不到两块钱 他股价可以来到400块 而且本益比62倍 62倍啊 所以检视各位 你手中的持股 假设你的持股 要记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承扎 你不能说老师 我好 我们就拿这个档股票来讲好了 譬如说 譬如说这个是好股票叫金可 前半年赚5.97 第二季只赚1.77 他当然要跌 因为他是衰退的股票嘛 所以你看跌多少 跌了15.08个百分比 好我们看 金华隐形眼镜 第二季8.99 前半年13.82 很显然是成长嘛 所以他是涨 可是为什么禽流感疫苗他是跌 他也是成长啊 重点是因为生计指数跌啊 跌6.7个百分比 所以他没有办法 就跌了1.18个百分比 可是这样不是个机会吗 来我们看 他的本益比29.76倍 各位你去看易金光 易金光的本益比是他的两倍 也就代表易金光407 本益比62.71 好 禽流感疫苗 本益比才29啦 不到易金光的二分之一 所以他股价不到他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他的本益比 如果他以60倍本益比来讲 是不是这个股价有机会 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他就在等嘛 类似生计股在等什么 我说等 那个有谁会把他进去点火 现在这些生计股 好的生计股 来我们再看一遍 什么叫好的生计股 第一个要成长的生计股 好 要成长的生计股 我有秀在这个位置 要成长的生计股 譬如说今晚成长的 好 禽流感疫苗成长的 金壳是没有成长的 葡萄网现在很成长 但是因为他的商标有问题 好 东洋也有稍微成长 看到好 而且是赚钱的公司 成长又赚钱的公司 他有机会循着 一金光这种高本益比 是不是会按照他的步法 慢慢前进 我说切那一把火 什么时候火会点燃 当火点燃的时候 我告诉你 星星之火可以燎燃 到时候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下一段我们请徐老师 来帮我们分析 今天的台币跟人民币 有很大的变动了 那到底6月26号 1500点到现在 台股都在这里 就不然缩链三角形也好 横盘整理也好 到底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会像易金光一样脱颖而出 生计股有没有 那这一段我们就请徐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欢迎回到现场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同志 分享一下国际盘的一个动向 美国这几天没有公布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 但是整个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都是算起来是 应该是偏多的G多 偏多的G多 我们来review一下 这些经济数据 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来看 好 美国企业的工业生产 连续两个月出现增长的一个 一个情况 工业生产业增0.2% 0.2% 这是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 持续在增温之中 工业是在生产增温之中 好 那么他们的六月份的工业值缺 六月份工业值缺 来到616万个 五月份是570万个 增加的46万个 也就说现在在连续申请 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100多万里面 一个人有2到3个 选择工业 选择职位的一个机会 选择工作机会 那么在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方面 仍然维持在相当好的一个水平 20.9万人 比市场估计的18万人还要来得好 然后上周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大幅减少了1.2万人 1.2万人 那么失业救济金人数大幅减少 当然造就了美国失业率大局的下降 现在已经来到历史的低点区了 4.3%也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就业的一个水平了 然后呢 这个工人的一个 这个薪资水准方面 每小时的工资是持续在上涨之中 每小时来到22.1块钱美金 这个是美国就业的一个状况 他们的薪水也提高了 就业职位也增多了 就业状况好得不得了 好 那么在零售销售方面呢 因为零售销售 在美国的GDP里面的一个数字呢 它的成分是非常重的 而美国的零售销售 也是在增长之中 达到了478.873亿美金之多 是在增加的 零售销售增加的 GDP怎么计算 C加I加G加X-M 对不对 C就是代表美国的零售销售 这个美国的花费 消费 这个东西是持续在成长的 这是好是坏 好 美国的领先指标怎样 美国的领先指标 各位同学看 维持在高档 维持在高档 好 那么虽然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好 你所看到经济数据大部分都是偏多的 然而 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PPI 竟然是下降的 MOM是下跌了0.15% 告诉各位投资朋友什么讯息 美国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而且还是出现通货紧缩 好 这个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那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在7月份 开始稍稍的上涨 稍稍上涨 6月份 是1.6% 7月来到1.73% 1.73% 在这边出现了 这个黑色这条线 出现稍微往上撬头的一个现象 好 但是不管怎样撬多少 目前来讲只有0.13% 非常少的一个数字 仍然低于这条重要的一个线 这条线 2%的通货水平 那么仍然没有达到FED所设定的 2%的水平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美国FED仍然维持它目前的一个联邦基准利率 1.75%的一个水平 1.25%的一个水平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当然会造成什么现象 因为你调升利率 美元才会怎么样 美元才会上来 既然你不调升利率 那么美元就没有条件上来 所以最近各位同好看美元 从年初到现在一直跌了将近10%左右 但是呢 在92.5%附近 开始走横向 开始走横向 那这到底是要回升呢 还是要继续下跌 我们跟各位投资老分享在这一段 这一段联系集错之后 它也是一样 这边有没有红棒 有 但是拉升的过程之中 拉回上去 碰到这30日均线 也就是红线这条线 就开始打回 结果各位同好 就开始打回 碰到红线 又开始打回 显示说 美元在现阶段的过程之中 它缺少升值的动能 这个升值的动能在哪里 就是FED在这边的态度 FED它到底要不要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调升美元的利率 如果调升物价又上不来 怎么办 除非物价上来 超过2%的通膨水平 它才会调升利率 但是在这种气氛之下 它又不得不采取观望的策略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里面 美元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字 盘 就是盘 就走横向嘛 盘 盘整 盘整带变 因为它短线已经跌太深了 你说世界各国的这些贸易对手国 希望美元一直的贬值下去吗 不希望啊 对不对 既然不希望 那么它又没有升值的助力 所以它只好怎么样 走盘局 所以目前美元在这边走盘局的一个格局 好 那么在美国的重要指数方面 各位同学看 道琼工业指数 前天出现了一根 这个类似黄包车夫的一个形态 这个叫做下黑伞走势 那么长黑之后 出现这个下黑伞走势 第二天要开高走高收高 它才会形成反转讯号 但是昨天它继续往下探 虽然是收高上来出现红棒 但是呢 它这个叫做什么 触底盘 触底在测试 这低档有没有支撑 它昨天有没有上这一波的低点 有啊 所以还在测试水温 还测试这个深度有多深的过程 它还没有真正要反转 还没有先要反转 那道琼工业指数 它基本面不错啊 对不对 美元汇率也没有上来啊 照说对股票市场应该很好才对 但是美国道琼工业指数 为什么上不来 主要是在个人因素 就是川普现在所面临的内外交相破的一个行径里面 在内部啊 这个种族问题啊 一直出来 然后对外 对中国大陆寄出了301条款 开始做啊 调查啊 甚至呢 跟这个北韩之间紧张关系 最近美国跟韩国 南韩又要联合军演 那北韩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要不要采取抵制的动作 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大家不敢 即便做多的人都不敢在这边硬冲 所以等这个指数落底 让它慢慢落底 好我们来看看 这是道琼 这个也是一样 它也是慢慢让它落底 我上次跟各位同学讲 这一根黑棒跟这一根黑棒之间 因为它反弹的过程高过它 所以呢 它是横向的迅导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情分 它是属于一个横向带变的一个格局 这个是美国这些指数的一个表现上方 好 讲完美国来看看我们的台湾 那么台湾 最近各位同学看 昨天所公布的7月份的外销订单出现 年12红出现两位数成长历年的新高 来到多少呢 来到387.2亿美金 是历年来同业的最高 联系12月出现正成长 那么把它换算成数据来看是这样子的 各位 387.21亿美金 好 年利率 年增率是10.52% 那比上个月呢 6月是403.53 但是7月是387.21 所以它MOM是下跌了4% 4% 4% 那这到底是好是坏 年增率是增加 但是为什么MOM下跌了4% 4%很大呢 那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就要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个 因为7月8月是台湾在接单上的淡季 是台湾在外销接单上的淡季 所以它成长的幅度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它都是相对有限 我们不相信 我们来看看去年的情况 各位投资朋友 测试去年7月份的一个状况 37927 42962 有没有 从9月份开始大幅增加 那7月跟8月的时候怎么样 它增加的幅度非常的有限 所以真正我们接单的旺季是 什么时候开始呢 9月 10月 11月份 这三个月才是台湾外销阶端的旺季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打这个 打个米字形这个讯号里面 在这个时间 所以9、10、11月份 是台湾外销接单最旺盛的时候 各位同学看到的 这个是上个月的一个情况 7月出现的小幅 MOM出现衰退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即将要进入一个什么 接单的旺季 所以在这种气氛之下 台股在未来的外销出口方面 仍然不甘淡 因为上个月 6月份的时候呢 它逐渐大幅增长13%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是可以期待的 既然我们外销接单方面 即将进入旺季 那么对台股来讲 也当然会带来正面的一个注意 那么今天各位同学看 今天台股方面 台币汇率市场方面 台币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升值 各位 你不要看这升值喔 幅度不大 2.3分 但是对照欧元 欧元是贬值 日元也是贬值 那么这三个货币里面 台币是超级强势 最近的美元汇率是怎么走呢 美元汇率今天是怎么样 美元 美元刚刚各位同学看到的 美元今天 在亚洲股票市场里面 它的股市里面 亚洲汇市里面 它是属于小幅升值的 台币又对美元升值 那变成台币对美元来讲 是超级强势货币 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讲 或者日元来讲 超级强势货币 那这显示出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上次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台股走到这边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什么问题 因为这一波 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在这边 关键现行的时候 产生的时候 后面怎么走 有多有空 但是真正要看的是 后面驱动行情的外资 它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就像在这边一样 外资秩序大买 它持续往上 那么在这边 外资持续买超 持续往上 但是呢 在这种状况里面 外资开始出现 连续性的卖超 它是出现拉回的走法 好 那么昨天 外资它是卖超了25亿 但是今天又恢复成 买超39.4亿 所以今天非常关键的 今天还出现跳空上涨 留缺口 然后开高走高 收高的一个情况 然后成交量 也高达了1090亿 有量出来的现象 这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天 尤其是今天 今天非常关键 因为像这种盘 这四根的过程之中 在这边变成一个上升器型 上升器型是下跌的一个讯号 但是在今天 我说像这种现行发生的时候 要看谁 要看主导行情的是谁 是外资 外资今天买还卖 所以它的态度非常关键 今天是出现了买超39.4亿的现象 就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普通认为的技术现行 在现阶段的过程中 你是被破坏殆尽的 所以操作股票千变万花 不是说看技术现行怎样 下面就要怎样 错 不是这样子看 好 那么台股今天走成这样 那么今天台股的走势过程中 台积电 大立光 鸿海 这个是撑盘 它有涨 但是幅度不大 但是今天涨的族群在哪里 今天涨的族群在新的族群 光鞋 塑胶 航运 钢铁 还有波千步 这几个区块的相关个股 涨得非常的大 那告诉说各位投资朋友 这些大型股在休息的过程中 资金在找寻新的标的 而这些新的标的被点名的 这些新的标的 只要有体材 甚至连钢铁股它都涨翻天眼看 所以现在市场上充满的机会 那么这个资金会不会转到生意族群来呢 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投资分享 我们休息片刻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资 请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资 请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选择彼努力重要 为什么我不断的拿易精光 来开启各位新的思考逻辑 那我们先看易精光 今天的易精光 掌停板锁起来 这里掌停打开后 再掌停锁起来 锁了1047张 它的成交量22000张 今天大盘成交量是1090亿 单单易精光 它的成交金额就将近90亿 就将近90亿 好 易精光的本利比62.7倍 所以它告诉各位是 既然大盘上了万点 会变成M型的台股 也就是你看那一档易精光 今天成交量 那假设我们把它7分好 算1100亿好了 它以100亿来算的话 就占了11分之1 那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的资金它开始会往 我们解读说 好的优质的股票 往那边集中 那什么叫好的股票 什么叫优质的股票 它必须的先解条件是 要有变景 要有未来 好 易精光是不是 是啊 以前赔钱 可是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 前半年已经开始赚钱了 它就让投资人 有更多的想像空间 所以本利比给它62倍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各位 你的理念 一定要符合现在的走势 也就是不是什么股票都会涨 而是要优质的 第一个股票要会成长 EPS要会成长 再来 这档股票 它的结构 且拥有这档股票也是很重要 如果拥有这档股票的人 结构是很优质的 他这档就涨 他这档就涨 好 再来就是 什么样的股票 未来政府会去推 我昨天也提醒各位 台三创投是国家级的创投 它现在募集了2到40亿的资金 第一次 第一个基金 也就是第一个 是做所谓的物联网 在今年年底以前 同样还有第二个基金要出来 就是生计股 你也可以等到 到年底的时候 你才能验证我 我谢明清我谢老师所讲的 对或不对 你也可以提早去注意它 为什么 我们来做比较就好 来 各位把你的股票拿起来 秀出来来比 假设你的本利比 有没有大于62.71 也就是你都有机会 再来第二个就是 检视你手中的股票 它是不是成长的 它是不是成长的 还有它是不是未来最有想像空间的生计股 那讲到生计股 当然我们就要把节目 交给习老师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 讲到生计股 我们来看看 美国NBI指数昨天的表现 美国NBI指数昨天是小涨了 涨了7.6% 那两根黑棒之后 因为这一根反弹过程超过它 所以我跟各位同学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横向走法 所以这两天都是走横向 那么在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就是季线 季线在这边获得到强大的支撑 在这边获得到强大的支撑 准备在这边足底 再度要往上做攻坚的一个动作 这是美国的NBI指数 所透露出来的 现行上的一个讯号 美国股票市场最近 NBI指数是下跌的 对不对 那么有些指标股 你不得不看 这个叫做联合健康 它从这边一路涨 涨到这边 涨了多少 涨了600多倍 那么到现在 它昨天收盘192.03 距离它历史高点196块钱 仅在这边高档出现 小幅的拉回而已 小幅的整理而已 随时都准备要撞高 这个股票联合健康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股 昨天跟你说的那些明星操盘人 这一档是它的核心之股 十大的成分股里面 它占最高 好另外各位投资朋友 看Johnson的Johnson 各位 它昨天成交收盘价133.45 距离它历史的高点137.08 只差一点点而已 它从这边到这边涨了多少 涨了124倍之多 看一路向上 它有大幅的整理吗 有整理啊 但是它幅度都非常好 仍然维持一个上上的一个格局 仍然维持向上的格局 这个是生计类股 而且它成长的年代 超乎你的预期 十年二十几年 都持续在增长 上次跟各位投资朋友所讲的 莫克 莫克要长 它在17世纪就成立了 1668年成立 到现在成立多少 300多年 现在上市公司里面 有一家300多年的公司吗 没有 二战 一次的世界大战那时候就有 是在17世纪就有 到现在它公司还成立着 它是一家德国的公司 是不是 这就是生计类股的魅力 魅力 对不对 因为它享有什么 享有要证专利钱 所以它拥有的市场利基 无人可以期待 所以在这种气氛之下 它的公司可以不断不断不断的成长 甚至绵延下继给后代子孙 它已经几代了 但是它们有一个规则就是 它们的所有股东 大股东都不参与经营 委托专业经理人来管理 这是它公司的最大宗旨 所以它公司能够成立300多年 还屹立不咬 好 讲到生计类股 生计类股从今年年初 因为川普政策的转向 要价政策 从政府溢价改成市场机制之后 整个格局生计族群 开始出现兜头的走势 而台湾的生计类股 最近走势是相对的弱势 在这个好不容易组成的一个 中期的一个支撑 最近被灌破 灌破之后 这边出现长黑 然后这几天出现反弹 那这一根长黑还没有交代完毕 会在这边分别落底 足成形态之后才会往上 目前来讲正在构筑的一个底部形态里面 就好像我刚刚跟各位同学讲 这个族群具备了很好长线的一个机会 长线的很好成长的一个机会 有些股票它获利很好的 它不会跟市场同步 你来看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它叫精华 过去它股价有没有跌 有跌啊 跌到这边之后 各位同学看它形成一个什么格局 这是日线喔 如果你把它弄成周线来看就更漂亮 它在这边组成一个复合型的 这边双底 然后这边左肩右肩 各位同学看到没有 已经完成对称的形态 然而在今天的过程中 它已经过高点了 过了这个颈线的高点了 虽然没有收高留下了虚虚 但是它的企图心已经十足了 所以未来的过程之中 只要它成交量进一步升温 它很可能在这个形态完成之后 开始它的一个真正大头头的一个走法 这个是什么 一个指标股的一个现象 那么另外像终于也一样 昨天很强 今天拉回 但是拉回过程之中 你要看 它昨天所开启的这个窗口 有没有填补 没有 没有填补 表示它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整理格局 尤其它很可能在今年的11月 就渴望拿到美国FDA的一个要证了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带动之下 这些既有领导股 然后既有体财的股票 渐渐的会接受到市场的一个认同 好 讲到这个 我们来看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禽流感 疫苗的股票 这一波 它走势 可以说是比较辛苦 在这边灌下来 在这边足一个底部之后 重新再测试一次 在这边再打一次底部 形成一个双底形态 现在呢 渐渐的开始往上增温 渐渐的往上开始增温 这档股票呢 因为它在印尼有投资疫苗厂 这个疫苗厂呢 渴望呢 使它公司的市值呢 出现它的市场估值呢 出现倍数性的一个增长 目前来讲 在去年已经开始动工 那么在今年年底 很可能就要开始试生产 那么明年开始可能会有营收贡献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这是一个成长型的股票 再加上它本业也在扩充 它本身也在申请新药 所以有很多成长的一个机会 在等着它 甚至呢 它已经在逐步ING之中 就是在进行之中 所以像这样的类型的股票 当它拉回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一个标的 好 今天呢 时间关系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我们休息变革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选择比努力重要 股票市场很简单 千篇不变的道理就是 到最后基本面 也就是所谓的本利比 如果被低估的 它会慢慢慢慢迎头赶上 当下的水平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不断的 就是在提醒各位 来 我们再看一遍 来 这档易金光 它的本益比到达62倍 62倍 各位很简单 当然就只有一个议题叫苹果 我不会后悔 我没有带我的会员去买易金光 我不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老实说 任何一档股票 它都有极限 也就股价会有到一个顶 好 那要赚到大潜市 当这档股票都没有人 愿意买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 好 那我们来看今年就好了 单单今年这档易金光 今年就从103 涨到今天的407 足足涨了多少 四倍 其实这也是一个当分析师的痛 明知道这档股票是好的 可是他会去评估 第一个投资人敢不敢买 投资人抱得住吗 然后切进去的点激起低不低 好 对这家公司你的把握程度在哪里 这都是分析师要去评估的 那最少我对易金光我认为很好 可是下不了手 所以就没有带会员买 但是我觉得这种成功的经验 或者这种模式 它是可以复制在其他股票身上的 只要它的条件比易金光更好 我们有讲过吗 易金光股本10亿嘛 10万张嘛 单单今天各位 单单今天它的成交量来到2万2千张 人气已经来了 人气 我说你就照片上你去看 股东结构里面 董事长加总经理的张数 都没有2万多张 投资公司难应当悲论 单单帐上的就没有2万多张 那谁在提供筹码 会变成大家一欧空的已经把它炒热了 好股票炒热 股价既然就会上来 那因为我们带整个 我的会员是整个大兵团在作战 等一群人 所以我们不愿意说 有些人到时候 他的激起够高了 他舍不得退出 所以易金光好股票 他会不会互置在 昨天最重要的台三投雇 台三创投 国家级的创投的这些钱 进来以后你告诉我 如果你是国家级创投的超盘人 请问你会买易金光吗 你应该不会 你会跟他鼓鼓掌 哇 这个股票好 一样的 这是人资场景 一样他也会去找行一档 如果有一档会比易金光的逻辑 模式 EPS 营收 都比他还要好的 而且现在机器很低的 为什么不去特别留意呢 所以我说在年底以前 第二个基金 创投的第二个基金 开始会募集生意股 那你当然也可以等到年底的时候 你再验证说 谢老师 当时台三投雇在8月 好我们算整数好了 8月20号比较好 在8月20号成立的时候 你有讲 过了三个月以后 现在11月20 结果真的生技股 真的有像样的波动上来 你再后悔也可以啊 或者你再来注意也可以啊 好 那我们来看 易金光的本利比62倍 既然62倍 我们来看生技股 打差的我们就不算 为什么 因为它是赔钱的 EPS赔钱的 我就把它打差 好 我们从金华来看 金华前半年赚13.8 第二季赚8.99 很显然它是成长股 而且成长的幅度很大 所以生技的大盘是跌了6.7% 从5161到今天4815 是跌了6.7% 反而金华以前已经 涨了7.56% 股票市场很简单啊 没有侥幸啊 真的没有侥幸 你既然是好的股票 市场一定给你掌声 侥幸的股票 动不顾啦 好 再来 第二档股票 然后禽流感疫苗 第二季赚3.73% 前半年赚6.96% 一看就知道它也是成长股 就是成长股 好 它的本利比29.75% 比易金光呢 假设用易金光 62倍的本利比来算它 假设它还62倍的本利比 它的股价 你认为 有没有想像空间 哇 想像空间真的很大 那它为什么没有涨 因为生技指数跌 它没有办法 当然它不涨 好 再来 金可引行眼镜 一看就知道 第二季衰退很多 因为第一季赚很多 第二季是赚很少 所以前半年才赚5.97% 因为第二季是衰退很多 所以它股价是跌了15% 这个月以来 好 葡萄房 2.38%到4.3% 一看就知道它是成长 那它也跌 为什么 因为它有所谓的贴标签的问题 好 在东洋 东洋是成长股 看到喔 好 那目前是跌了7.6% 神龙就衰退嘛 前半年赚0.44% 第二季才赚0.1% 当然衰退 所以它也跌了超过10% 那以下就不用看 因为以下它都是赔钱的 好 重点是 这里面有一档叫中玉 我要讲中玉的概念给各位听 中玉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就跟FDA申请药证 各位 到昨天公告 好像药证要下来的 对不对 可是中间还有很多 很环复的动作 最快也要到明年1月3号 药证才会拿到 可是各位 我说假设是不是电子股 瓶盖股的话 早就飙完天了 那升级股是不是很尾期 好 那还是那句话 来 花盛开轰就来 只要是鸡 早晚要提 明年同一个时间再会 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减乎并自负 投资风险